哈囉 大家好 我是靖薛秉靖 那今天呢 我想要準備一首 不一樣版本的關鍵人物 送給百歌的觀眾朋友們 來唱歌 是你 選擇跳路往前走 不能退後 只有奮鬥 是我 沿途打亂了節奏 讓你自由擔奏 時藏 改變緣分的定律 愛的輪廓 有誰去說 你是 老天完美的傑作 當你是我的 我是他的 他是你的 關鍵人物 相隔了28個月 大馬歌手Gin 薛秉靖 最近出了新專輯 主打歌就是 關鍵人物 Gin這次到百歌接受訪問 震驚八百的問題我們都不問 是不會不問 除了歌手 還有什麼事情是你想要嘗試 還沒有達成的 嗯 成家立業算嗎 你沒聽錯喔 是成家立業 那Gin心目中理想型的女生 到底要長什麼樣子呢 外型的話其實 不能比我高 不能比我高 然後 最好或者是比較好是長髮的 對 因為我現在不敢講太多 外型出現的人不是 就是自己理想的啦 長髮然後眼睛是比較大的 然後笑起來比較可愛 比較甜美一點的 應該都是我的才 我喜歡比較開朗 活潑一點的女生 有時候回到 回到家一個人的時候 我有時候會有一點 就是可能不講話 或者是比較陰謀這樣子 然後如果有一個 身邊有一個人來逗我開心 或者是我覺得這生活蠻有趣的啦 對 咦 為什麼不是你去逗另一半開心啊 其實說的再直接一點 Gin的理想型女生 就是SHE成員中的 那個感覺 那個感覺 呃 Hibi Hibi 我覺得 Hibi還不錯 是很好 除了另一半 在Gin的生命裡 又有哪些關鍵人物呢 我媽媽已經 之前就生病已經過世了 然後其實很想要為她做一件事情 因為其實音樂這件事情 是她從小對我的一個栽培 然後 呃 算是她留給我最好的一個禮物 她在看電視的時候 我就坐在旁邊陪她 然後可能我們之間也是沒有講話的 但是我覺得這就是一個陪伴啦 對 然後就感覺 爸爸在身邊的那種感覺是很踏實的 不說你可能不知道 除了唱歌 創作 Gin還有一項隱藏版的才藝喔 那就是下廚 煎雞扒 然後烤雞 烤雞 這兩個是我比較 比較在韓的 對對對 然後可能是因為小時候受媽媽的影響 因為媽媽是很喜歡下廚的 很喜歡烹飪的 然後就每次會幫她 有時候她在煮 煮的一半的時候 她說幫我弄這個一下 我去切菜 然後我就幫她煮 如果有機會的話 好啊 我可以烹飪請大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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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等到下次真的有機會吃到烤雞之前 就先聽聽Gin的另一首新歌吧 騙自己沒關係 騙了你才醒起 再多的寂寞難過讓我陪你 穿過去勸自己不在意 像情人的朋友而已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就是這種關係